暑假刚刚结束 不过在过去的两个月呢 包括了消保官还有劳工局都接到了 有将近四十通电话打来申诉啊 说这个有大学的女生呢 暑假本来是打工的机会呢 他们觉得说哎不错耶 竟然看到网路上三机手机要争客服主播 这是什么呢 赶快跑去应征 结果呢不但被绑了两只手机的合约 上班发现竟然是叫他们去做情色的视讯聊天 网路上视讯聊天室 很多美媒和男性聊天 还有一些色情性质 台北县一家通讯行 在网路上应征三机客服主播 实现120到150元 一名女大学生前往应征 业者表示公众内容单纯和客人聊天回答问题 让女大学生手机榜两只还要签两年合约 没想到一上班女大学生接到的电话 竟然是男性的色情电话 甚至还有人发出不雅声音 以及露出生殖器 吓得女大学生马上挂电话 表示要离职 但是业者却翻脸 要他付三万块手机违约金 打工竟然落入陷阱 主管机关表示 关系这家通讯行就有好几件投诉 好像有三十通 他们觉得当初讲的不是这样 当初讲的是纯粹的交友聊天 所以做电话的服务 进来的讯息都是一些比较属于不雅的情形的话 跟他们当初应征讲好的期待是不同的 当然他们觉得受骗 对于逛洋桶卖狗肉的业者 相关单位已经进行了解 但是女大学生被骗签下手机合约 变成自己违约 这方面还是有争议 主管机关提醒 年轻的学生女生 看见应征项目还是先了解清楚工作内容 以免以为是客服主播 最后变成帮色情业者做打工 专门新闻一样 见面简券书 柯英卿台北报道